世纪交替千年耕时 二十世纪回顾 1984年奥运会以来 中国女兰首次失去奥运会的参赛权 6月20号闭幕的国教委会 第109次大 单向的冠亚军 谢军在最后一次传统形式的 女子国际象及世界冠军争夺战中 以五胜三负七合击8.5分的成绩 打败了俄罗斯棋手加拉莫娃 第三次登上冠军的宝座 9月6号 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在京成立 北京市市长刘奇任主席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哨组任执行主席 10月世界体操锦标赛在天津举行 73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名运动员参赛 创下了参赛队伍及人数之最 中国体操队获得四金一银四铜 创下了参加世锦赛以来的最好成绩 在10月至11月间进行的世界杯排球赛上 中国男女队均未实现预定目标 中国女排结束对日本队五年不败的历史 仅获第五名 中国男排连赴欧美猪强及日韩两个亚洲老对手 名列倒数第二 岁末在奥运会南排亚洲去选赛上 中国男排再赴日韩 失去了直接进军细腻奥运会的资格 11月5号 中国国奥队在奥运会足球亚洲去选赛上被淘汰 原国奥队和国家队英级主教练霍顿被解职 12月山东鲁能队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第一个双冠王 该队主教练桑德拉奇成为第一个夺取联赛冠军的外籍教练 观众朋友 1999年国际时大体育新闻我们将在明天为您介绍 另外中国男排昨天晚上以0比3输给了韩国队 从而没能直接获得悉尼奥运会的入场券 赛后主帅汪家伟表示中韩之间的确存在着差距 汪家伟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实行美球得分之后 技术细腻失误少的球队占了很大便宜 而中国队员的技术有些粗糙 我觉得我们队员特别是中国队员一些基本功 包括一些大家也知道防守啊 调整球啊包括扣调整球啊 包括篮网的一些手型啊 只有我觉得中国队员也还是有一些漏洞 越是粗糙的队呢 越是心情各方面越是不安 汪家伟还承认 如果去年的亚运会实行新赛制的话 中国队其实当时就输了 目前中韩两队确实存在着差距 今天上午中国男排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资格赛总结会 大家认为队员老化既战术打法落后 是中国男排在本次比赛中失利的主要原因 的确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这今年一年来的我们的训练 每一天的训练 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怎么样 我觉得要总结的地方太多了 但我想最主要的 还是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做好 俗话说的好 总刮得刮总斗得斗 主要问题还是我们平常训练搞得不太好 所以在比赛当中 自己的计算的水平明显感觉 不如人家那个那么全面吧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中国国家足球队今天晚上与来访的 南斯拉夫联队进行立场比赛 中国队凭借屈胜轻在第五分钟时的进球 以1比0战胜了对手 刚刚被解禁的郝海东 在下半场亮相表现尚可 另外今天上午八家乙级足球俱乐部的代表 摘选了25名国内球员 至此为时两天的 2000赛季转会工作会议全部结束 总共474名上榜球员 只有99人有了新东家 在八支乙级球队摘牌之前 中国足协公布了 三支甲壁俱乐部增补摘选的 六名球员名单 今年降级的广州白云山队 今天首先摘走了广东籍球员温志军 而原沈阳海师队主教练李强 则代表青岛海离峰 挑选了三名昔日手下球员 于东风也作为四川绵羊风谷俱乐部的 主教练挑选了五名队员 目前474名上榜球员 只有99人有了新东家 由于资金有限 各野籍俱乐部 均没有挑选知名球星 欧楚良 高峰 江洪等人 仍面临着失业的危机 他们将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新年 下感很正常啊 到我那去的队员 我跟他们讲啊 你们如果说谁不愿意踢的 马上可以走 其实有的是人 所以说是这个方面的话 自己再不努力的话 我想的话明年还会多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1999至2000年全国冰球联赛总决赛 今天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入第二天 奇迹哈尔黑龙队又以悬殊比分 连胜加募赛美特队两场 夺得冠军已成定局 在首场比赛中 身穿红色队服的奇迹哈尔黑龙队 开场即占据了主动 三局较量过后 奇迹哈尔队以10比3取得了胜利 在双方进行的第二场比赛中 加募赛美特队依然难以改变失利的命运 又以2比10败北 目前奇迹哈尔黑龙队已是四战全胜 夺冠已成定局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 未免冠军